再來關心何處中的滷肉飯 今天開始有個要起價囉 去推便當跟推白便當要起五塊 今年今年吃很多錢 還有未在白的何省店 還有一些日本人生的餐廳也都起價 所以有學者就意識說 今年二月份的消費者不及之所 卻怕會突破兩趴 通過碰共的情報會惡化 河隊擠過了 瘦瘦瘦瘦瘦 國家七菜跟冠獎町配料 這是何省店的滷肉便當 但是從直到開始 滷肉便當變多了 這個便當就要135塊 我們會覺得這個價錢還是可以合理 我們還是會嘗試 每個世界每個各個地方都在漲價 如果五元而已 我覺得都還可以接受 何省店發聲明說 幾百更少比今年一樣 他起15% 經過憑哥 決定把滷肉便當跟紅燒 不是推白便當起5塊 原物料高漲 還有就是人力薪資成本的攀升 的雙重因素 我們決定調漲兩款便當的這個價格 那是何省店機械 就連肯德基的 青花椒香麻翠雞丁 當中產品也起1塊到7塊 福生廳的招牌注牌定時 也起195塊起到280塊 將在平衡都起10塊到15塊 台灣宋威 五百塊的產品也起5塊到7塊 我會關心 如果是一個消費者不及 利家消費者不及接受超過2% 廣坊應該都會維持原本的利率 不過在過年刷了 有些話三遍是沒有起價 電動是降價 像台北市兩相公會就散佈 在這開始2塊降3塊 企劃計程 自一代金52塊降到49塊 若是未期繼續不好 貴人無百度以後再降價 記者綜合部讀